所谓贵人不顶重发 男主发量还是可以 有些发型额头 本身额头稍浅 有五人的气质 少至体质好 额头的横纹 有些老气横秋 也有一些伤了官路工 难入公门吃国家饭 青年世纪 男友大公司坐靠山 亦动荡起伏 眉毛粗浓 而且又杂乱 非常的长 眼睛也比较小 有点没压眼 没压眼的人 思维格局打不开 纠结容易 认死理 不撞南墙不回头 固执倔强 不过有骨子不服输的劲 倒是有利于失业闯荡 眼睛虽然小 但是眼神不聚 神散漏白 眼神空洞迷茫 是个狠角色 人狠话不多 偏激容易走极端 鼻大唇小只进不出 唇薄像刀扣 精明过人薄情寡义 男主鼻子还是比较高冷厚重的 中年财运不小 但是即使发大财 也难驾驭 八字眉的人到老一场 这一干就是操心劳碌的首相 长面硬 长骨险 文路也是深刻 有一些杂乱 鸡毛蒜皮的小事 还是买车买地的大事 事无巨细 必须得过自己的手 忙得焦头烂额 虽然是忙碌 但是终有是收获 有的人忙碌一辈子 还是赤贫阶段 那么直接间 有一些米康树文 代表衣食无忧 小康必有 事业线也是笔直 冲破了天文 太阳线也是笔直 深长 包括钱财文是三条并行 这三个非常吉祥的符号 无论是在事业 财运名声名望方面 都表现不足 加上本身是个断掌人 断掌人就是脑线 生命下合二为一 所以传递出来的能量很强 俗话讲断掌打死人 说的就是断掌人 这种高能量气场 但断掌人的好胜心强 善绝弹 意志力也比较坚定 这些特点都是利于事业和财运的 不过感激方面 断掌人是软肋 建议找一个包容性强 性格温 面骨厚重圆润 五官开阔大气 浮运深厚之人 只是发起线 有些不起整 早运一般 难得掌备助理 额头烧浅 血液受限 发青一马 出行运势一般 美股还是有点强 美股强的人 自信心 好生心都强 其实表面装作无所谓 内心还是很在意的 有点眼大无神 也是典型的 形态有余 而神不足的面相 神不足的人 处事心不在焉 思想容易开小拆 精神恍惚 心里藏着事 负能量容易积累 建议找个发泄的出口 颧骨 非常的开阔 饱满 鼻骨高挺厚重 中年运势 乘风破浪 强劲有起伏 鼻头有点带酒糟 有些伤 财运和负运 五十岁左右 要多关注一下 另外一半的身体健康 鼻头压了人中 但是人中建功 子嗣不错 下巴多多晚年 能够想到 手掌银润 饱满 四肢严肆和风 浮运深厚 能守财 直进退 只是有一点手骨深藏 偏营养体质 浮运有 但是意志力偏弱 有的时候会懒散 执行力不强 注意到身份线内侧 有多条这样的亲密关系线 说异性桃花网 并且有陷入多角练琴的可能 因为亲密关系线的出现 出现这种多条交叉的情况 注意调整 杆经线下方的 杆线上面的一个小岛纹 也说明这一点 长期沉迷 情感旧可能会有损福报 建议干脆利落的处理掉 一些情感的事物 事线在脑线下方 指与脑线下方不冒头 事业格局一般受到学识所限 整个掌面纹路还是比较清浅 古代讲是书生饼 纹路清浅 就是说能吃轻松饭 小指使星球饱满 伴有钱财术文 沟通能力强 口才不错 能靠口吃轻松饭 面向讲究五月炒拱 鼻鼠中月占主位 鹅仪两全 要成拱位之势 与着五月炒拱 浮运根基身后 医生运势稳定少起伏 额头饱满光洁 聪明早运煎好 只是眉毛有险下垂 有八字眉的趋势 蚂蚁神像讲 八字眉的人到老靠义子和子女 缘分不深 结合人中有些被鼻头压了 也可以看出这点 沃满饱满盈润 异性桃花非常旺 亲和力十足 不过眉骨稍弱 拳骨强 有些拳鸭眉 容易有异性兄弟姊妹 野美夫妻宫 有一些凹陷带横文 因缘不顺 渣男喜欢的类型 注意防范 中年后 鼻拳得配 财云旺夫运足 有旺夫潜质 纯阔而有收 言语得当 进退有度 下巴兜兜 晚年才苦风龙 掌面轮廓见棱角 偏筋骨质 意志力比较坚定 有韧尽不服输 强在掌型 弱在了文路 回路来看 三大主线 都是被导文干扰 生命县初期 见导文干扰 早年家庭环境一般 体质也偏弱 难得长辈的助力 20岁左右的生命县 又出现了导文 代表学业受限 也代表出入社会的 遭遇一些坎坷 这种坎坷和姻缘也有关系 结合感情县也出现导文 育人不熟犯情伤 结婚县也出现分叉 说明因缘有分离之苦 三岁之后 生命县逐渐的清晰 少杂纹 感情县也慢慢的进入到正轨 生命县中年阶段 深刻少杂纹干扰 中年运势 稳定少祈福 不过55到65这个阶段 见导文和分叉 加上小指 短肩和子女缘分比较浅 晚年容易为子女忙碌操劳